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大的人了 还腰比你 擦不干净啊 自己擦擦吧 你是我招的人 别给我丢脸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 天啊 为什么他一来就知道要干什么 在那儿敲了二十分钟啊 我是不是也该干点什么呀 所以 我应该干什么呀 所以 我应该干什么呀 喂 你好 董事长 办公室 三点策划会议 然后和设计师的会议 晚上和策展人吃饭 好的 我会转告他的 再见 原来如此 接电话吧 这个我会 喂 你好 喂 你好 呃 他 不是在这里 我会 我会 喂 喂 你好 不好意思 你有任何问题 请问我 我会帮你交易 好的 你欢迎 再见 我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你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主动辞职了 你好 这是要给董事长的文件 上午之前一定要签好 没问题 我替你拿进去 董事长 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 怎么是你啊 周氏呢 周氏 哦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一上午就坐在那儿发呆 行 把文件放下出去吧 还有 董事长 您三点有个策划会议 然后就是和设计师的会议 晚上还要和策展人吃饭 晚上的饭局帮我取消了吧 我有别的安排 是 董事长 我觉得周氏不适合 我特助这份工作 别的不说 光英语这关她就过不了 万一和客户沟通起来 我怕出什么纰漏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直接辞退周氏 把你留下 是 我觉得这种选择一目了然 试用期不过是在浪费时间 谁给你的担子 敢质疑我的决定 不是 董事长 我不是质疑您的安排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别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还有啊 以后送文件的这种事情 你不用来了 让周氏来就可以了 是 好 好 我不在的时候有电话吗 没有啊 以后接电话还是我来吧 不然像刚刚那样多尴尬 别人还以为我们云马 连个懂英语的人都没有 知道啊 还有 别说我做学姐的欺负人 以后送文件的事就你来吧 真的 嗯 我这个人很大方的 既然要共处一个月 那就和睦相处好了 那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你啊 嗯 嗯 学姐 这些我不会 哦 还有 这个这个这个 我都不会 嗯 告诉我们吧 好啊 这个吗 你看啊 还在工作啊 董事长 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冉芸学姐刚教我的 诚还没忘 我要赶紧把他们记下来 我下去等你 现在已经下班了 你不用叫我董事长了 就算没人 可也是在公司啊 我还是要叫您董事长的 好 董事长 您真的觉得我适合做特助吗 可是这一天下来 都是冉芸学姐在做 我只能看着什么都不会 怎么 你想放弃啊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心里没底 你不是已经在学了吗 如果你要是觉得 一个月的时间 还学不会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对啊 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学习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 一个合格的特助 哎 弗赖先别离得太早 一个月的时间很短的 多大的人了 还腰比 擦不干净啊 自己擦擦吧 你是我招的人 别给我丢脸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 我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来啊 不管了不管了 我要赶紧把这些备玩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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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